保護他們在美國的經濟人員,美國的台灣人做反對運動,大家變成黑名堂,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看他們初期在市民遊行,都從小到那邊,老人兩粒麥酒,有人錄一個紙帖子蓋著,老人兩粒麥酒蓋著,在市民遊行 那就是不讓他們知道,他們什麼人要保回來,保回來就會害他們的親人 國民黨的這種政府統治,是含海外做得很強烈的 那我們請教一下,張春榮先生,你會跟楊先生跟張春榮先生比較不一樣 那你可不可以來比較一下,就是說 因為在台灣跟在中國的這個,所謂的人的監控或者是電話的監控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您來做一個比較 這樣說啦,我們先比較輕鬆的先說電話 我大概從二十幾歲開始從事民主運動到現在 我的電話一直都被監控 那麼 但是台灣跟大陸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台灣的監控它是秘密的,就是說它不承認,它也不讓你知道 但是大陸的監控,它是公開的 我們打電話的時候,電信局的人會告訴我們說 你們的電話我們都在聽著,我們都在聽著 這樣,他告訴你,我們的電話他都在聽著 他那個講的意思是很善意啦 是很善意,意思是說我們都很關心你們 那麼 他大陸是這樣,他許多事情 比如說以前在文革的時候大陸槍斃人 他都向家屬要煮蛋會 向家屬要煮蛋會 就是說因為你的家人做壞事 或者說做反革命 這個子彈都要 都要這個 就是說 大陸的許多事情 他是很有自信說 不管是我們認為他對不對 但是他自己認為我這樣做是對 所以他比較不怕你知道 我就是這樣做啊 台灣是 比較避命的 這是從電話來說這一點不一樣 再說監控的不一樣 好 那麼 國民黨是因為在大陸 他本來就很腐敗 所以被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把它推翻 這個是歷史事實 好 那麼 國民黨是因為腐敗 他把這個政權帶到台灣來以後 也沒有很大的改善 有一些改善 其實 在台灣我們看到 國民黨已經很壞了 但是 如果你看看蘇也好 或者到大陸去去 問問國民黨以前在大陸的情況 那真是比台灣的時候還要更糟糕 還要更糟糕 所以 國民黨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 他都面臨 全體人民的這個不滿 這個不滿 所以呢 台灣當年的黨外運動 之所以大家 感冒著生命危險去從事 是因為一個是 有正義感 自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義的 所以即使有危險我也做 這是一點 但是第二點其實也很重要的 就是說 因為整個人民是支持你的 你反對國民黨 大家 認為你是勇敢的 你是台灣人的英雄 大家支持你 所以 即使被槍斃的人 他都高聲含台灣萬歲 他認為即使他是犧牲 但是我做的是正義的事情 值得這樣做 這個是 台灣的民族運動的人士的 基本上的兩個背景情況 那麼 因為是這樣 因為是這樣 所以呢 國民黨 對這些人的監控 一方面也是威嚇 那麼 一方面是 必命的 而 他是 必須應用他的人 或者說 他的憲民 他控制的人 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整個群眾 是支持黨外的 這個是國民黨跟 共產黨 在大陸的共產黨 遭遇到的 並不同的情況 在大陸呢 因為 當年 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 當年共產黨 這個 把國民黨趕到台灣來了 那麼 那麼 當時的 大陸的人民 基本上是很支持 共產黨 所以 共產黨 他 根本就不需要用 所謂 特務去 監控 這個 反對勢力 因為 他自認為是正義的 而人民也認為他是正義的 所以 要說當年在大陸呢 其實 要說是 監控的 全民都在監控 比如說 他們的社會 老太婆幾個就掛著一個 背章 掛著一個背章 就在社區裡頭 尋釋什麼什麼 有 不合法的事情 有不合理的事情 他就管啊 那你一個陌生人 在那裡做什麼事情 人民自動的就會去 通報 所以 就這一點來講 共產黨 很 很輕鬆的就可以監控全國 很輕鬆的就監控全國 因為他有這個體制啊 剛剛鄭先生你有提到 就說 這個 他在電話中就告訴你說 我 我有在監聽你 那 你剛剛有提到 就說 全民都可以來 互相的 這個監控 那 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說 那他是在一個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層級以上 他會再用電話 他也不可能 說有那麼多的人力去 這個 每一個人 每一條線他都去監控 他是大概就是 你在一個什麼層級以上 他會 就是 顧人來監聽你的電話 不是 我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 這個有一個時代背景 你要知道 現在的大陸不一樣 我講的是 當年我在那裡的時候 當年我在那裡的時候 電話 很少 根本就很少很少 很少 有電話的人 根本就沒有幾個 我補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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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民黨 郭民黨的通知 剛才 傳男朋友說 那個 郭民黨在 那個 敢聽電話 不會正式跟你說 但是 我要跟大家說 沒有一個方面 他也不怕 你知道 他在 感聽 那時候 那個時代 經常 都有人住在郭局 郭局的背 他都可以檢查 郭局的背 很公開 會把你檢查 甚至把你跳下去看 看著看著 他也不怕你 還要把你放下去 你也知道 接著背 這張背 經常在郭局 看過 當然沒有一些人的背 他會這樣檢查 再來 我那時候 抓去 我 美麗島小孩 抓去的時候 他們就 跟我問這個事情 說 高雄美麗島小孩 發生的時候 日本有卡丁的 來給我 我那個人 不認識 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我說兩三句 然後我就掛起來了 就問我了 問我 日本卡丁的給你 你跟他講什麼 就跟我說 電話敢不聽 美麗島小孩 發生 接著日本卡丁的 來給我 要問那個 小孩的情形 我沒有了解 那個人 我說 沒有了解 就不跟他講 跟他 那個 九號兩三句 我就掛起來 我說我沒有說什麼 我沒有理 就是說 他有這個 就 他敢聽我的電話 用這個 電話來問我的靠近 這就是 表明說 他們都給我感聽 這就是一項 國民黨 跟共產黨 通敵的部署 特務的部署 跟 感聽的部署 特務的政行 政政的政行 我跟妳說 都學來學去 都學來學去 國民黨 基本 學的方法 也都跟共產黨學的 國民黨 那時候通敵的 特務通敵 跟犯人的口徑 我們